北非事件里头可以说非常扮演重要主导角色的美国 在这时候角色非常的尴尬 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国务卿Kerry表达的是支持军事政变 但是后来看到整体的大屠杀 尤其美国经常所抱持的人道精神 包括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刻对中国大陆的一些谴责 现在许多人都说美国你的价值在何方 最后欧巴马不得不出来谴责埃及军事当局的暴力行动 那么他同时也表达美国会重新考虑对于埃及的援助 但是大家都认为他的谈话基本上是一场空谈 因为美国在这里的战略布局 他每一年是直接军事援助给军方 那么美国现在最不考虑的就是对于军事援助的部分 而沙烏地阿拉伯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回教国家 他很清楚地表示不要在乎美国 埃及军方放手干嘛 这些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基本上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全部被肃杀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明白地告诉埃及军方政府 美国取消给你们的援助 我会全部补足 整体而言这次埃及事件不会只停留在埃及 还会扩大到整体的阿拉伯事件 第一个加速整个阿拉伯事件的动荡跟两极化 第二个催生细一带的极端伊斯兰主义 这是埃及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政治流血军图 台面上看似埃及士族派与穆斯林之间的再度摊牌 但更焦虑的是大西洋彼岸 欧巴马此番简短谈话 发自华盛顿派出多名特使 即国防部长黑格亲自进行17次电话沟通未果之后 埃及街头暴力和秘密先险之流 但美国似乎仍束手 上千条人命 美国却只取消军演 勉强加上先前推迟交付埃及空军的四架F-16战斗机 纽约时报说 美国务院其实暗暗中止了与埃及政府直接相关的经济计划 但随即遭到官方否认 来自美国会在野势力接连多日强烈表达 欧巴马政府应该给予人道 暂停对埃及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他们赚很多钱从的国家阿拉伯 但他们的戴力是美国的装复 他们的部件和保持是美国的美国 他们的户属是美国的美国 我们美国的影响 我们的金融党法会需要到美国的一切 如果他们想要得到这种影响 但如果美国的一切不使用这种影响 它就没有影响 坦开过去各国对埃及的金援部 美国15亿美元 对照欧盟67亿 沙烏地阿拉伯50亿 和卡达的80亿 不算特别多 但美国不出手 是谨慎 也企图维持一种战略上的模糊 对美国来说 他们需要埃及 需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的优先权 需要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定 需要埃及允许美国飞越零空 更需要埃及支持美国 针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长期对抗 这无可取代的战略伙伴关系 攸关美国在中东的国家利益 无需于过往高举的人道主义价值 倘若贸然切断金援 无意公开撕破脸 更何况 金援埃及本来就是个复杂的概念 其实不要说美国 这回碰上埃及 连当年在利比亚问题上采取强硬手段的欧盟 也显得举其不定 欧盟成员国在开会后 最终仅同意暂停发放向埃及出口武器 及其他可用于暴力镇压装备的许可证 并将重新审视各自对埃及的安全援助计划 但部分成员国建议 欧盟因暂停2012年11月批准了一项 向埃及提供50亿欧元的财政计划 则出于对埃及当前脆弱的经济形势 及对百姓升级的担忧未能通过 欧美等国的不作为 在回教世界卷起了愤怒的广潮 包括叶门 利比亚 黎巴嫩和约旦 群众都为了遭屠杀的穆斯林修订会成员 听声而出 这仿佛另一种形式的串联 后阿拉伯之春在埃及清场之后 兵具了一个更仇视西方的卫教世界 一个更复杂难解的宗教政治问题